为了给县内各社区的长辈更好的照顾服务 草存镇新丰社区的志工 将在据点志工种子教师训练中的知识与课程带回了社区里 开创不一样的课程内容 让长辈们体验 大家这样内心很好顺 来这里多长 没有长期就会练习整并过来大小并 很好顺 如果你刚才看来的时候 如果我们眼睛要顺便把红来看 马上拉高 球就掉不去 不会掉在我们的眼前 掉在鼓鼻子 团队有时候就要有力量 兰州县政府为了响应为服务的政策 推动据点志工种子教师训练 除了要落实长道政策外 更要提升志工的专业知识 让这区长辈有更好的照顾服务 这手也饿人 这手也饿人 咬到手 让它运动 头脑就是要想说 一二三四五 这不太烫大咖 不然会让它坐着很熟悉 我去中指教师 看到的七彩伞 回到这中备玩 生在七彩伞就是全身运动 不激动 还有一项就是大车轮 大车轮的目的就是要训练 他们的手脚 拖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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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拖 利用培训中所学习到的知识与课程 带回到社区里并加入创意 让社区长辈有不一样的感受与新体验 利用他们一个合作的一个概念 那大家的手脚都要一致能并用 那才会让我们这个大车轮能够往前的一个运作 所以这个也是非常用心的一个设计 那我们这些长辈也玩得非常开心 那希望说借有这些运动的一个设施的一个展现 那我们这些长者 让他们能够手脚了一个并用 希望透过社区志工的努力 可以让长辈们有更好的照顾服务 也希望透过培训能够提升社区志工的专业程度 让长照政策更加落实 长辈们可以得到更好的照顾 接着六圣草屯采访报道 是否应该令人签到超高觕室吧